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单元 有限合作企业总共讲12个考点 但是每个考点内容并不是特别多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有限合作企业它的设立条件三个型号 先看一下第一问题 有限合作企业有两个以上50个以下合作人设立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处案 正常情况 有限合作企业人数是2到50人 它这有一个上限 但是普通合作企业人数大于等于两个 并没有规定上限 这块有上限 大家需要记住 再看第二条 有限合作企业至少包括一个普通合作人 和一个有限合作人 有限合作企业仅剩下有限合作人的 必须解散 有限合作企业仅剩下普通合作人的 它必须转为普通合作企业 再看第三 有四类法人 第一个国有独自公司 第二个国有企业 第三上市公司 第四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这四类法人 他是不能成为普通合作人 但他可以成为有限合作人 这个前面讲过 这是终结考生必须掌握的考底 第四条 有限合作人 可用货币 食物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或者其他财产权力 作家出资 有限合作人 绝对不能以老物出资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绝对不能以老物出资 在这本教材里边 只有普通合作人 他可以拿老物出资 第五条 有限合作企业登记事项中 必须载明有限合作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 以及认缴的出的数额 但第六条 有限合作人 应当按照合作企业的约定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 应当承担不交易务 并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类似的问题 前面讲第二章 股东 有限等人公司的股东 不按照规定 缴纳出资的 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以按期 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 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这块两处无业责任的问题 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讲到这个设立 设立的问题 咱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他假设ABCD 这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AB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人 CD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大家需要盯住 人数的话 是二到五十人 这个上限需要记住 然后第二需要盯住 他至少包括一个普通合伙人 至少包括一个有限合伙人 如果普通合伙人变成零了 那么剩下的都是有限合伙人的 没人对企业债务兜底 这种情况下 这个企业就应当解散 如果有限合伙人变成零 剩下的几个都是普通合伙人 那这个企业就需要依法转变成普通合伙企业 然后再看一下 关于这个四类法人 哪四类法人必须记住 像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这四类法人 他是可以成为 有限合伙人 但是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这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必须搞清 然后下位问题 就是能不能拿老务出资 讲老务出资的问题 需要清楚 只有普通合伙人 他可以拿老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 这是绝对不行 这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再跟下位问题 关于这个企业失误执行 失误执行的问题 后面会马上讲 但是也放在这个图里边 大家需要清楚 是由普通合伙人 来执行 且述 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清楚 这是设立条件 好 现在咱们举几个例子看一下 第一题 他说某国有企业 准备与张某李某 设立一家合伙企业 说该企业 可以是普通合伙企业 对吗 因为有一个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这是四类法人 他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所以这个企业 必须是只能是有限合伙企业 打X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像这主题中 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的是什么 也就是哪个 他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选A 加国有独自公司 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选B 以慈善基金会 这是以公益为目的 只能是有限合伙人 选C 并公立大学 这是以公益性 为目的的事业单位 他必须是有限合伙人 选D 定个人读的企业 他是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 选D就可以 再看第三题 根据规定 下来有关有限的合伙企业 设立的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选A 说国有企业 可以成为有限的合伙人 说法正确 选B 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 必须标明 有限合伙字样 必须出现这四个字 说法正确 选C 有限合伙企业 至少也能有一个 普通合伙人 这个说法正确 选D 有限合伙人 可以拿老物出资 错了 绝对不行 所以这个题 选ABC 就可以 再看第四题 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 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的形式的 有什么 选A 专利权 可以 选B 房屋所有权 可以 选C 土地使用权 可以 选D 老物 这个不行 再还是选ABC 再看第五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有限合伙人 为案期 左脚那出资的 法类后果的表述中 正确的 有什么 看一下 这个选项A 说 普通合伙人 他承担 连带出的责任 没有这个规定 选B 说 其他有限合伙人 应当承担 连带出的责任 也没有这个规定 选C 该有限合伙人 应当承担 不交义务 这个说法正确 选D 该有限合伙人 应当对其他合伙人 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 选C和D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个考点 有限合伙企业 它的事务执行 这个考点 八个型号 这是终极考生 必须掌握的考点 下来第一条 有限合伙企业 是由普通合伙人 执行合伙事务 像第一条 这个执行事务合伙人 他可以要求 在合伙协议中 明确执行事务的报酬 及报酬提取方式 再看一下第二条 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 这个全体 普通合伙人 是合伙事务的 共同执行人 就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 是全体 普通合伙人 是合伙事务的 共同执行人 再看第三条 合伙事务执行人 因为自己的过错 造成合伙财产损失的 应当向合伙企业 或其他合伙人 负赔偿责任 前提是 因为过错 给企业财产 造成损失的 才需要赔偿 再看一下第二条 有限合伙人 不执行合伙事务 不得对外代表 有限合伙企业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执行 合伙事务 他对外 也不能代表该企业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够下约定 第三条 有限合伙人的 下约行为 不是为执行合伙事务 总共有八条 这八条 不要求考上默契 但是需要认真的 看两遍 必须记住 像第一条 参与决定 普通合伙人 入伙退伙 但第二条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出建议 第三 参与选择 承办 有限合伙企业 审计业务的 会计诉所 然后第四 获取经审计的 有限合伙企业的 财务会计报告 第五条 对设计资讯力的情况 查阅 有限合伙企业 财务会计账簿 等财务资料 第六条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 受到侵害时 向有责任的合伙人 主张权力 或者提起诉讼 这是 某一个 有限合伙人 他个人利益 受到侵害 类似于股东 直接诉讼 前面讲第二章 讲到股东 直接诉讼 但第七条 执行受合伙人 待遇行使权力时 督促去 行使权力 或者 为了本企业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 提起诉讼 这个类似于 股东 代表诉讼 如果是 整个企业的利益 受到侵害 他是呢 督促去行使权力 或者呢 为了这个本企业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 提起诉讼 他不是为 执行企业书 然后第八条 依法 为本企业 提供担保 干的是好事 不是为 执行企业书 这是 这八条 注意前面讲到 这个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呢 将六加四 哪些属于重大事项 千万别挤串了 例如 他如果 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为他人提供担保 这是 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为他人提供担保 这是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 怎么做决议呢 他是先看合伙企业 对该事项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需要经过 全体合伙企业 一致统议 这是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为他人提供担保 但现在讲的是 如果有限合伙企业 他是为 注意他这位本企业 提供担保 这个不是为 执行企业书 谈到八条跟六条 这个千万要准确的区分 实际这个问题 还可以继续这么出题 他假设ABCD 这四个合伙企业 他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AB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企业 CD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企业 他如果 这个E的话 他新入伙 这是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企业 如果E新入伙 怎么做决议呢 这是6加4 是相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需要经过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需要经过ABCD 一致统一 才可以 站在CD的角度 他参与决定 普通合伙人 新入伙 这是不是为 执行企业事务 这点需要清楚 再看一下第三条 如果参与选择 会计述所 该怎么去处理 例如 说还是呢 ABCD 这四个合伙人 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说准备 聘请以这个会计述所 来办理审计业务 聘请会计述所 对这个事项 怎么做决议呢 先看一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先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它不属于6加4 这6加4 要记住 它不属于6加4 用兜底条款 是群体合伙人 一人一票 群体过半数通过的 表决方式 那么现在 总共是四个合伙人 ABCD 过半数 那么赞成票 要大于等于三票 才可以 所以看一下 站在CED的角度 他参与选择 会计事务所 这是不是为 执行企业事务 所以这个大家 需要清楚 好 下次咱们再举几个例子 消化一下 先看第一题 有约合伙人 参与选择会计事务所 是为执行 合伙事务 这个说法错误 他是不是为 执行企业事务 再看一下第二题 某四目基金的 组织形式 是有限合伙企业 其有限合伙人 陈某的下载行为中 不违反规定的是什么 作为陈某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看选A 对该基金的 基因管理 提出建议 提出建议的话 这是不是为 执行企业事务 选择会议 执行授权代表该基金 对外签订合同 这个肯定 肯定不行 然后选项C 说参与选择会计事务所 这是不是为 执行结束 选D 参与决定普通合伙人退货 也是不是为 执行结束 所以这个题 他问哪个 这个不违反规定 选ACD就可以 这个B 肯定违反 因为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是不能执行 企业事务 对外 也不能代表该企业 好想要看第三题 根据规定 某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在下的行为中 不是为执行 合伙事务的什么 哪个不是为执行 选A 参与决定 普通合伙人退货 这是不是为 执行企业事务 选B 参与决定 这个合伙企业 为第三人提供担保 这是以合伙企业的名义 为他人提供担保 注意这个不能选 然后选项C 是参与决定 出售合伙企业的房产 如果是 处分合伙企业 不动产 处分不动产 大家注意这块 是那个重大事项 然后选D 是为合伙企业 提供担保 这是不是为执行企业事务 所以这个题 哪个是六个重大事项 哪个是有八条 不是为执行企业事务 千万别急串了 再看一下第四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 执行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合伙企业 我约定的情况下 全体普通合伙人 是合伙企业的 共同执行人 这个说法 正确 然后选B 合伙协议 可以约定 由有限合伙人 来担任 合伙事务执行人 这个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越雷池半步 不能踩地雷 选C 合伙事务执行人 执行合伙事务 造成合伙财产损失的 说就必须承担 赔偿责任 对吗 什么情况 他也需要承担 赔偿责任 因为他的过错 因为过错 造成损失的时候 才需要赔偿 并不是任何情况 说只要造成损失 都需要赔偿 C的说法是错的 选D 合伙事务执行人 不得要求合伙企业 就执行事务的劳动 付出 这个报酬 这个说法是错的 是可以要求 我执行事务 你给我多少报酬 你就报酬的提取方式 所以这个题 只有A的说法正确 选A就可以 再看一下 利润分配 他说有限合伙企业 不得将全部利润 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但是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的处案 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首先需要清楚 这个有限的合伙企业 能否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他是相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说约定可以 或者约定不行 都可以 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是这个不行 就不得将全部利润 只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合伙协议 能否约定 将全部利润 只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讲到这个问题 前面说过 如果是普通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协议 是绝对不得约定 将全部利润 只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但是有限合伙企业 他的合伙协议 是可以约定 将全部利润 在一定期限内 只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这个没问题 所以这个区别 大家必须搞清楚 好 下个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某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下列约定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选A 普通合伙人 以现金出资 有限合伙人 以老物出资 绝对不行 才就来了 选B 合伙企业成立后 前三年的利润 全部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合伙企业 他是可以约定 将全部利润 这个部分合伙人 这个没问题 选C 有限合伙人 假 对外代表 本合伙企业 执行合伙事务 首先 对外不能代表 也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两个地垒都踩了 选项D 他说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人 一人 有限合伙人 99人组成 对吗 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 否则上限 是50人 他超过上限 所以这个体 选这个B 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 交易 直接 八个型号 这是中级考生 必须清楚的考点 关于 这个合伙人 能否同本企业 进行交易 怎么去处理呢 大家需要清楚 首先看一下 这个普通合伙人 前面讲过 是先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 可以交易 或者约定不能交易 都可以 如果合伙协议 他没有约定 需要经过 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如果未经 一致统一 他是不能 进行交易的 通过这张图 可以看一下 普通合伙人 什么情况下 他可以通 本企业 进行交易呢 一般情况 不行 什么情况 可以 第一种情况 是合伙协议 事先 另有约定 那么第二种情况 就是经 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可以 再看一下 这个有限合伙人 能否通 本企业 进行交易呢 他是先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 可以交易 或者约定 不能交易 都没问题 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他是可以 进行交易 所以看在这 发现 有限合伙人 一般情况 是可以 通本企业 进行交易 除非 合伙协议 有相反的约定 所以这张图 需要搞清楚 是不是听懂了 举两个例子 小画像 像第一题 说 甲乙丙丁四个人 准备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 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甲乙 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 是有限合伙人 在其 定立合伙协议时 约定的下列事项中 符合规定的是什么 这是协议本身的约定 这四个选项 都是看 这几个合伙人 能否通本企业 进行交易 怎么去处理呢 你仔细看一下 刚才这张图 不管是 有限合伙人 还是普通合伙人 能不能通本企业 进行交易 都是先看 合伙协议事先 有没有约定 合伙协议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个题就是说 协议本身的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四个选项 根本就不用看 都正确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谈不上 踩地垒 选ABCD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 有限合伙人 是否可以从本企 进行交易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这是考到 有限合伙人 能不能 通本企业进行交易 直接考的是 法律条文 有限合伙人 可以通本企业 进行交易 但是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的处案 选B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四个考点 竞争 直接八个型号 就是合伙人 能否通本企业 从事向竞争的意义 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绝对不行 合伙协议 不能越雷尺半步 不能下约定 这个有限合伙人 怎么去处理 他是先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新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可以竞争 或者约定不能竞争 都可以 如果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是可以从事 同本企业 向竞争的有 所以这张图 需要看懂 直接几个例子看一下 他甲乙丙丁四个人 准备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是有限合伙人 在其定立合伙协议时 约定的下约事项中 符合规定的有什么 在这个问题 他四个选项 还是考到 能不能竞争的问题 看选A 说甲乙丙丁 都可以竞争 行不行 因为甲乙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人 绝对不行 所以合伙协议 不能下约定 选项B 说甲乙丙丁 均不能竞争 这个没问题 因为甲乙的话 本来就不能竞争 丙丁的话 他是有限合伙人 先看合伙协议 本身的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他约定不能竞争 这个没毛病 选项C 说甲乙可以竞争 错了 甲乙的话 绝对不能竞争 选D 说甲乙 不能竞争 丙丁 可以竞争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题 选B和D就可以 再看一下 第五个靠队 处置 这个靠队 直接八个型号 还是需要大家分清 处置的问题 需要分清 普通合伙人 将菜单份和处置 是必须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越来迟半步 不能下约定 必须经过一致统一 如果未经一致统一 即使第三人是善意的 该处置行为 照样无效 再看 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能不能处置 是先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是些 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先看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说约定 可以处置 或者约定不能处置 都可以 如果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是可以处置 所以这个图 还是需要怎么清楚 好 下边举几个例子看一下 第一题 加以秉定四个人 准备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 其中假以 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 是有限合伙人 在去定立合伙协议时 约定的下列事项中 符合规定的 有什么 还是呢 合伙协议本身的约定 协议本身的约定 所以这张图需要 走问一下 什么情况 绝对不能踩地雷 不能越雷尺半步 什么情况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看选A 说经其他合伙人 过半数统一 假就可以处置 假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要处置 是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下约定 跟来选B 经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也可以处置 以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处置 必须经过 一致统一 合伙协议的约定 跟法律规定 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个没毛病 然后选C 经其他合伙人 过半数统一 丙的话可以处置 丙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处置 是先看合伙协议 本身的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个C 没毛病 然后选D 说丁的话 不能出置 行不行 因为丁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出置 是先看合伙协议 本身的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所以这个体 选BCD 就可以 好想看第二体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有限合伙企业 事务执行的表述中 这个不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除合伙协议 另有约定外 有限合伙人 可以同本企业 进行交易 这个说法 正确 他选B 除合伙协议 6月定外 有限合伙人 可以经营 同本企业 想竞争的有 这个说法 正确 选C 有限合伙人 可以 对本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出建议 提出建议的话 不是为执行企业事务 这个没问题 然后选D 有限合伙企业 由有限合伙人 来执行合伙事务 这个绝对不行 因为有限合伙人 绝对不能执行企业事务 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绝对不行 再看一下第三题 可是根据规定 除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 另有1.1 说下列行为中 有限合伙人 他可以实施的是什么 他如果合伙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可以干什么 还选A 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 材料算盒出制 既然合伙协议 他没有特别约定 所以有限合伙人 是可以出制的 选B 对外代表 该企业 绝对不行 选C 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这个没问题 然后选D 同他人合作经营 同本企业 想竞争的要 这个没问题 既然合伙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 有限合伙人 三个可以 可以交易 可以竞争 可以处置 这个需要记住 好笑 再看一下第四题 他说李某 为假有限合伙企业的 有限合伙人 合伙协议 未对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竟然特别约定 说下来关于李某 权利义务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说可以执行企业事务 绝对不行 台队来了 选B 说可以对外代表 该企业 绝对不行 选C 说不可以自应 同本企业 想竞争的要 对吗 因为他是有限合伙人 既然这个合伙人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 他是可以从事 向竞争的业务 然后选D 说可以同本企业 进行交易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这个体 只有D D的说法正确 选D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 第六个靠点 财产份额的 对外转让 这个靠点 八个 型号 首先看第一个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对外转让 财产份额 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直接画上图 看一下 说假设 ABCD 这四个合伙人 成立假 有限合伙企业 AB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人 CD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他如果是A A的话 这是普通合伙人 将财产份额 对外转让的时候 他的决议方式 是什么呢 他是相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 相看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呢 看法定 法定的话 需要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才可以 这是第一个 决议方式 然后第二 需要盯住 其他合伙人 是否享有 同等条件下 优先购买权 讲优先权的时候 还是先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是享有 优先购买权 这是普通合伙人 再看一下 他如果C 将他的财产份额 对外转让 也就是说 C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他对外转让 看一下怎么规定 就有限合伙人 可以按照协议约定 对外转让 财产份额 他是可以按照协议约定 对外转让 但是 必须提前三十天 通知 其他合伙人 这是法定的 就是你可以按照协议约定 对外转让 但是必须给我满足一个 法定条件 必须提前三十天 是通知 其他合伙人 提前三十天通知 这个数字 需要记住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 其他合伙人 是不是享有 优先购买权 将优先权的问题 法定明确的规定 是其他合伙人 想有优先购买权 什么叫其他呢 其他的 不管是普通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在同等条件 都有一个这个优先购买权 所以这个规定 大家需要清楚 举个例子看一下 他说根据规定 在合伙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下来关于有限合伙人 对外转让 其所持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这是有限合伙人 他对外转让 财产份额 选项A 须全体普通合伙人 一致统一 没有这个说法 选项B 须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没有这个规定 选项C 说只有有限合伙人 才有优先购买权 对吗 他对外转让的时候 其他合伙人 不管是普通合伙人 还是有限合伙人 都有优先购买权 选项D 必须提前30天 通知其他合伙人 这个说法正确 所以选D 就可以 这是关于 这个交易竞争 处置 还有将财产份额 对外转让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 咱们统一的话呢 在画张图 大家需要分清楚 这个约定事项 跟法定事项的问题 注意这张图 这是终结考生 必须清楚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伙人 能否从事 同本企业 向竞争的有 谈到竞争的问题 这个普通合伙人 是绝对不行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绝对不行 这个有限合伙人 他是先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项有没有约定 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是可以从事 向竞争的 再看一下第二个 合伙人 能否通 本企业 进行交易 谈到交易的问题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是先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经全体合伙人 一致统一 经过一致统一 是可以进行交易 否则的话 是不能进行交易 再看 有限合伙人 他是先看 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是可以交易的 然后第三 是处置 首先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处置 是必须经过 其他合伙人 一致统一 这是法律的 强制性规定 合伙协议 不能越雷尺半步 不能下约定 然后再看 有限合伙人 他处置 是先看 合伙协议 实现 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是可以处置的 他前面说过 有限合伙人 交易竞争 和处置的问题 他是先看合伙协议 有没有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他是可以竞争 可以交易 可以处置的 然后第四个问题 将财产份额 对外转让 这个普通合伙人 这个对外转让的时候 是先看合伙协议 对该事项 事先 有没有约定 爱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看法定 法定的话 需要经过其他合伙人 一致同意 才可以 有限合伙人 他是可以按照 写的约定 对外转让 财产份额 但是必须提前三十天 通知其他合伙人 所以这张图需要看懂 而且还需要盯住 题目怎么出的 无非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 说ABCD 四个合伙人 成了一个有限合伙企业 其中AB是普通合伙人 CD是有限合伙人 第一个思路 他说他们四个 拟定了一份合伙协议 在这个合伙协议中 他有以下条款 问哪个是符合规定的 这是协议本身的约定 你需要盯住 什么情况下 合伙协议 A怎么约定 怎么约定 什么情况下 不能踩地雷 不能越雷尺半步 这是第一个思路 然后第二个思路 他说在合伙协议 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 既然协议没有约定 就看法定 法定的话 这个有限合伙人 就可以交易竞争和处置 所以这个大家需要 做么清楚 好笑看一下 第七个考对 个人的债务清查 这是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首先看一下 有限合伙人 他的自由财产 如果不足以清查 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 那这种情况下 该合伙人 可以以其 从有限合伙企业中 分取得收益 用于清查 这个债权人 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该合伙人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用于清查 也就说 对他个人照清查 还是二选一 这个谈不上行号顺序 那收益清查 或者依法请求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类似的问题 如果是普通合伙人 他个人债务 那这种情况下 还是两个选择 第一 拿收益清查 或者依法请求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这个规定是类似的 上基础班 听过一遍就可以 这个不用摇头去死背了 再看一下 第八个靠的 入伙 直接 八个型号 这是终结考生 必须清楚 大家需要分清 如果是新入伙的 这个普通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 的企业债务 对入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再看 如果新入伙的 是有限合伙人 他对入伙之前的 企业债务 只承担 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 是以其 认缴的 出的为信 以认缴的 出的为信 承担 有限责任 所以这点 大家需要清楚 然后举一个例子 看一下 第一题 新入伙的 有限合伙人 对入伙之前 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错了 只承担 有限责任 是以其 认缴的 出的为信 承担 有限责任 再看第二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 普通合伙企业 这个合伙人 对入伙之前 合伙企业债务 承担的表述中 正确的什么 这是新入伙的 普通合伙人 他呢 对入伙之前的 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选C 就可以 再看第三题 2018年12月份 李某王某 共同投资 设立 假有限合伙企业 注意是有限合伙企业 就叫丁人的身份 其中李某 是普通合伙人 出的十万元 王某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出的十万 然后19年六十四 张某孟某 加入假企业 其中张某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人 孟某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所以呢 谁是普通合伙人 你需要看清楚 普通合伙人 一个是李某 还有是张某 他们两个 是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的话呢 一个是王某 一个是这个孟某 你把身份得搞清楚 说同年12月份 假期 无力清场 欠银行的 六十万元债务 根据规定 下来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说李某 以出自额 十万元为信 对该债务承担责任 李某的身份是什么呢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A肯定是错的 选B 银行 可要求孟某承担 全部 六十万元债务 主要孟某的身份 他是有限合伙人 他不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选C 以银行 可要求王某承担 全部六十万元债务 王某的身份 是有限合伙人 他承担 有限责任 他对入会之前 入会之后的债务 他承担的是 有限责任 选D 银行可要求张某承担 全部六十万元债务 张某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在找他要钱 没问题 然后看一下 第九个考点 退货 这个考点 直接八个型号 这也是中级考生 必须掌握的考点 对于这个退货之前的 企业债务 怎么去处理 这严格说 是基于他退货之前的原因 发生的企业债务 咱们去处理 如果是退货的普通合伙人 咱们去处理 退货的普通合伙人 对他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只是对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退货之后 跟他没有关系了 就不需要承担 但是他需要呢 对他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再看 如果退货的是有限合伙人 对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 他只承担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责任 是以其退货时 从有限合伙企中 取回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这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ABCD 这四个合伙人 他成立讲 有限合伙企 AB的身份是普通合伙人 CD的身份是有限合伙人 我们先说A A的话 说退货的时候 从合伙企业中 取回的财产20万 他退货 把那退货结算 说取回20万 但是有可能 说再掏80万 因为呢 他需要对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然后看C C的话呢 他是有限合伙人 这有限合伙人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当时我出资 说出资出的是100万 然后呢 他退货的时候 他分回了120万 的确还把钱挣了 出资100万 退货一结算 从企业中取回120万 最多把这个120万 全拿出来变成零 总之我不用再掏别的钱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他如果出资100万 但是退货结算的时候 只分回了40万 最多把40万的拿出来 变成零 不用再掏别的钱了 这是呢 他是以期退货时 从企业中取回了财产违线 承担责任 把这个问题做么清楚 好想让咱们举几个例子 小幻想 像第一题 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退货之后 对继续退货前的原因 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 以其退货时 从企业中取回了财产违线 承担责任 错了 因为他是普通合伙人 对退货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很第二题 他说杨某入货时 假普通合伙企业 负债30万 杨某退货时 加企业已负债80万 后来加企业解散 上欠100万 不能清查 根据规定 向这表述中正确的什么 首先杨某的身份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呢 注意他对入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对这个30万 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然后他退伙的时候 这个80万 他需要对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后来 差的100万 注意这一块 跟他没有关系了 退伙之后 再发生的 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题的话 我们看一下了 选项A 说杨某对他退伙之前的 80万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个说法 正确 然后选B 说杨某对他入伙之前的30万 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说法错误 选C 说杨某已经退伙 不再对假企业债务承担任何责任 说法错误 然后选D 说杨某对假企解散时的整个100万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这个说法错误 所以这个题选A 就可以 再看一下第三题 这是咱们中级16年考虑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有点难 我们稍微讲一下 他赵某 前某 孙某 各出资5万块钱 开办一家经营餐饮的假普通合作企业 合作期限回5年 假企业经营期间 孙某提出退伙 赵某前某表示同意 并约定 孙某放弃一切 得出权力 也不承担合作债务 这是他们哥仨内部约定 后来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 造成亏损 假企业财产 不足以清偿债务 这个合伙人对于孙某是否承担退伙之前 假企业形成的债务发生争议 他下了表述中符合规定的什么 大家需要清楚 这个孙某的身份 他是退伙的普通合伙人 他对退伙之前的企业债务应当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这是法定的 注意他们内部的约定 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 因此孙某的话 是应当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选这个B就可以 大家看一下第四题 他说假仪柄 设立某普通合伙企业 从事餐饮服务 2022年6月5号 假退伙 6月10号 丁入伙 6月9号 合伙企业经营的餐厅 发生卡式燃烧炉 灼上顾客物的事件 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等 共计40万元 他说经查 该批破炉子 是4月1号 全体合伙人 共同决定购买 当时做决定的时候 他需要清楚 假设做决定了 其质量不符合国家 相关的标准 注意这是企业 在我清查 先企业 后个人 说该企业 知货三顺之后 已经没钱了 现在误的话 他请求合伙人承担 剩下15万元的 赔偿责任 注意这个 这个假以丙丁 是否需要承担 大家盯住 假的话退伙 他是什么退伙的呢 是6月5号 他退伙 这个炉子爆炸的时期 是6月9号 发生在他退伙之后 但是问题是 这个破炉子 是4月1号 他参业决定购买的 所以站在假的角度 对基于区退伙之前的原因 基于退伙之前的原因 发生的企业债务 应当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假的话 肯定需要承担 以丙的话 肯定没问题 丁的话需要承担吗 发生爆炸 6月9号 丁是6月10号 新入火 这是新入火的 普通合伙人 对入火之前的 企业债务 需要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最终的话呢 这个假以丙丁 都需要承担 所以这个体 选ABCD就可以 好 关于这一讲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你能够抢个人 我需要承担 我可以承担 做什么事 可以承担 我可以承担